字心音樂人黎小田早前因病離世 享年73歲 這日在紅磡世界殯儀館設靈 第二日舉行告別式 遺體將會送到柴灣歌連神國火化場 進行火化 靈堂佈置簡約以米白色為主 擺滿了親友和不少圈中好友的花牌 包括前妻關谷英、胡峰、任達華、呂芳、劉德華等 堂內還有一個寫上署名張國榮的花牌 寫著黎小田老師銘鑑、恩仲如山 估計應該是有心人代表已經離世的張國榮獻花 以搭謝恩師的提攜之恩 和黎小田認識超過半個世紀的好友薛家宴 在傍晚大約5時左右著上一身黑色素服 在小女的陪同下到達靈堂 神情哀傷未有接受傳媒訪問 而不少小田哥的生前好友都有到場作最後送別 大家對於小田哥的離世都非常不捨得 我看到很多人都認識了幾十年的台前幕後 懷悶一番大家聊一下影視 還有Philip Chan、陳允健、陳建勳 他們坐在一起 聊過以前的演員 什麼時候認識小田 裡面播放一些作品 有些人在唱歌 我認識了小田哥很久 連我自己本身的入行也是他帶我入行的 很軟式 我覺得是一個很有才華的 我覺得是音樂之父 不過剛才他們看到一隻蝴蝶 穿著黑色和一點點白色 我們大家都覺得他一定是… 在哪裏見到? 沒有 在那裏見到? 在那裏見到 在那裏見到 是呀 由5點到現在 他們說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去好朋友 一起看著他 拜拜 拜拜 對 都很想見到他最後一面 希望他一路好走 還有希望他的家人可以靜得順便 大家一定不會 最重要是記住小田哥的開心 記住他最開心的東西 他的美笑 或者對所有東西都很有那份的音脈感 對工作的熱誠、專業等等 對手